就是说那个太极拳啊,它是一个力量的传统。 在它气息的那个变化。 比如说,你来摔摩的时候。 这么长时间摔的时候呢,它是三个两个级边。 一个是它的监管键,因为它的臀部。 然后呢,还有一个手臂。手臂下落,臀部跟肩部向上吵,把我满起来了。 那这个时候呢,如果我紧张的话,再来。 我一紧张,我三个级边全满。 我完全放红,没有方向也不行。 那怎么办呢?它的力量,大家注意一下啊, 它这个力量是向下的,这个力量是向上的, 风力量也是向上的,我是一个导体。 再来,把它的这个样子。 帮我拖一下。 就是。 这样缠导。 很简单,你到底很清楚。 再看一遍啊。 再来,它摔我了,你看。 我搂它搂不起来。 好多人呢,推它的腰也不得。 看。 就是它的,本来它的力量是这样出来的。 这是,这个是向上,这个是向上,这个是向下。 然后呢,我这边只要一点,一紧张,它就有了支点了。 而我把它这个力量,向上的呢,就是全部的力量。 全部的力量通过我的腰复。 肩部的力量呢,通过我的,我的肩,手臂, 连到我的肩。 你看,它已经失重了。 通过我的肩,呢,反到它的这个中线,它就失重了。 哦。 然后呢,换一个人。 你看,它摔,它跟它还有不一样。 你看看,它摔的时候呢,它重线很低。 所以我这个手机,你看。 你给我绕圈了,它摔倒了。 因为你还不太低了。 重心向后,它这个架后。 你看,它摔倒了。 大家注意看啊。 它,刚才那个小五的力量是向下的。 它的力量是向它后腿,自身的后腿。 你看,这手机。 它就会往后摔。 就碰到这个大摔的时候,大家注意看啊。 好多人讲推腰。 这是外甲钱。 推了腰之后,别动。 推了腰之后,把它推开了。 但这事情吧,硬。 你看。 这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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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。 我很放松。 我认为这样。 你还最高的全是真的。 你说你摔我的时候,好多人讲摔。 你不让它摔,然后你打它。 可能呢,再来。 它摔的时候,就流通了。 它是失重了。 很容易的。 打摔了。 它的力量呢,又变了。 这呢? 它摔我的时候,放松。 啊,摔。 它,摔。 它摔我的时候呢,它全部的力量是偏厚。 跟它们一样不一样。 为什么它偏厚呢? 它就想把我的力量搞得更好。 然后呢,我的力量呢,传统到其间了。 这个时候,因为它力量是平平向后的。 我会以它的药为缘均一手一手。 这样。 就把它看上去。 好,谢谢。